8月21日消息,中国女排传来好消息,刘晓彤和曾春蕾在越南对赛后与泰国队教练聊天中爆出, 40岁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已经怀孕4个月,将与52岁的泰国排球教练老公加提鹏迎来第一个孩子。 冯坤和泰国老公据网友曝出的一段女排视频显示,在中国女排首战越南队之后的放松活动时,泰国女排主教练达奈前来探班曾春蕾和刘晓彤。 原来,达奈曾经是冯坤老公加提鹏的第一助理教练,跟随他来北京队执教,与两位北京队球员自然是在熟悉不过,刘晓彤还捕摸了教练圆圆的头,关系的确是非常亲密。 在聊天过程中,达奈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,他指了指刘晓彤的肚子,又在自己肚子前做出了圆滚滚的手势,表示好友加提鹏的妻子,前中国女排国手冯坤已经怀孕了。 听到这个好消息,大花蕾和晓彤也为北京女排的师姐高兴不已,三人聊得非常开心,虽然整个过程也就一分钟,但是达奈传递的这个信息,让中国女排队员们为冯坤感到高兴。 作为昔日女排队长,零四女排黄金一代,的代表人物之一冯坤,他带领中国女排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,上演决地反击德德冠军,身受球迷喜爱,2011年因伤并退役走向管理岗位后,冯坤与泰国排球教父加提鹏走到了一起,加提鹏在执教泰国女排期间击败过中国女排,在泰国明马天下, 2014年,36岁的冯坤与,大自己12岁的加提鹏在泰国举行了盛大婚礼,并受到泰国王室接见,2015年两人又在北京补办中式婚礼,但两人因各自工作人因常年分居两地,加提鹏曾短暂直叫北京女排,但是并不成功,而冯坤如此高龄一直没有孩子,也让喜爱他的人们担心,如今好消息传来, 大家都为他们送上祝福,祝福他们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